大叔,这次喊你来,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请把我牧场里面的猪,羊,鸡,全都给宰杀了 大叔,怎么说,我也是村庄里面的盖世英雄,怎么这点小事还让我去干吗 大叔,如果你把这件事情给我完成了,我会给你一些战利品 大叔,好说好说,你告诉我,你的这些猪,羊,鸡都在哪 大叔,这些动物都在村庄的东南侧 交给我了 哇,还真不少呢 大叔,我回来了,大叔 大叔,你的这些东西都放到哪里啊 放到旁边的箱子里面吧 咦,这是什么呀 放起来 大叔,已经搞好了,东西,全都给你放到箱子里面了 我的战利品呢 呆呆,你左边的墙上,有五个战利品,挑一个吧 哦,这就是战利品吗 这,我怎么知道袋子里面有什么呀 大叔,这袋子里面,东西会不会不一样啊 呆呆,当然不一样了,有好的有坏的,那可是你自己挑了 啊,又要挑 是,这五个袋子,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比较好呢 这些袋子好像和我们背包里面的这三个袋子好像是一样的呀 很见战利品袋 这个是什么呀 稀有战利品袋 我们来看看 一个是 蓝色的 一个是绿色的 蓝色的 绿色的 我们有了这两个,那我们就挑这三个呗 嗯,挑这一个吧 咦,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这袋子怎么打不开啊 大叔,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袋子怎么打不开啊 呆呆,你需要打开袋子,需要开垫器 没有开垫器,你是打不开的哟 大叔,开垫器在哪呀 呆呆,就在你的身后 哦,这个就是吗 呆呆,你要使用开垫器,是需要给钱的 啊,还要给钱 大叔,你这不是坑人的吗 呆呆,那,你不给钱,就休想使用开垫器 好吧,大叔 我把钻石剑给你,总可以了吧 呆呆,这还差不多,你开吧 哼,我就知道,这个大叔是坑人的 先开一个传奇 哇 哇,两个父母的钻石狗哎 我刚刚,转了转了 拿着 再来一个稀有的 充能铁轨 黑钥匙 音乐唱片 这个是啥 啊,这个也太垃圾了吧 算了,算了 有宗币没有墙啊 再来开一个 哇 哇塞 三个父母的钻石狗哎 加一个铁剑 四个探测铁轨 还有一个绿宝石 转了,转了 这村民大叔肯定想不到我 还有其他的 三个战利品战的 赶紧溜,赶紧溜 五个探测铁轨 九个探测铁轨